好 好 怎么了 妈妈 解释一下吧 这怎么在你这儿啊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妈妈 你在说什么 你解释一下 这个纸条 是谁传给你的 徐梦瑶 那你怎么答复的 我答应他了呀 你答应他了 你猜多大你就答应他了 你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你知道吗 他跟我借本书 我为什么不能答应 解书 借什么书 妈 这张纸条被你洗烂了 徐梦瑶的原话是 我喜欢你那本书 能告诉我是在哪儿买的吗 我说你喜欢 我借给你看就是了 怎么了 你就借本说 你写什么纸条啊 因为上课的时候 不能乱说话呀 那你上课的时候 也不能下传纸条啊 徐梦瑶传给我的 我没传 我下课的时候跟他说了 打扰你了 那你好好学习吧 爸爸 嗯 陶晶晶和许乐迪被请家长了 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两个公然在巴里生爱爱 还说什么以后结婚 哈哈哈 结果被王老师请接了 王老师就叫他们把家长喊在学校 你都知道了 那老婆 你们年纪还小 电视上和网络上一些东西不能下学 不懂 就是不能跟着网络上 那些坏现象下雪 虽然是坏现象 为什么他们还能上网呢 而且我们是小孩子 为什么还能刷得到呢 你可是问了一个 有深度的问题 这个爸爸还不好回答你 那你想一想吧 给你点时间 是啊 这个坏现象 为什么能在网络上出现呢 今天咱们班有两位同学被请了家长 原因是这两位同学在班里 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 小小年纪 居然以男女朋友自诩 我作为家委会主任 要提醒各位家长 千万要重视起孩子们的情感教育 首先 一些非常没养分的视频 短片 别叫孩子们乱看 这也是年级家委会的重要通知 这回我还真挺够一轩忙 你说咱要不要提前做点准备啊 准备什么呀 刘果宁啊 她才五年级 那一年级都为这事找家长了呢 这倒是 你说咱家果宁啊 这学校能犯的错 能违反的纪律 她基本上都挑战了一遍 唯独这方面 未被老师说过 是啊 她为什么没在这方面犯过错误呢 你这是什么想法啊 也没有什么女孩给她写什么情书啊 递个纸条什么的 难道我儿子不优秀吗 这有什么问题啊 挺好 好吗 我怎么觉得她这方面好像缺根筋似的 你看过她跟女孩子玩吗 没有啊 所以啊 这就是问题 咱儿子不招女孩子喜欢 要不就是她不喜欢女孩子 她不喜欢女孩子 你说 蒋刘果宁是不是不喜欢女孩 你可别吓唬我 真的是 有也头疼 这不有也头疼 行行行 别说了 再说我这今儿晚上真睡不着觉 希望是我想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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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能有什么问题 大家看这是个空杯子吧 你们信不信我能把它里面变出一颗红色毛绒小红球的一个 那你们就要看我见证奇迹的时刻喽 阿瓦达肯达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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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了一颗红色小熊 大家看 谢谢大家 来了 做饭了啊 你靠边一点 爸 妈 你都怎么了 我就要这样 果宝 果宝 奶奶要做饭你往这边一点嘛 妈 好好好 行 妈 你让她练会儿 她要在班上表演魔术 到时候别演砸了 行 好 练吧练吧练吧 奶奶 我给你练个魔术好不好 好啊 奶奶看这是一个空盒子吧 那你信不信我能把它变出硬币 好 阿瓦达肯达瓜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奶奶这是魔法周园 看 等等 是不是有牙 有一个五角硬币 你那是两层盒子 你怎么知道的 奶奶看见的呢 我不变呢 奶奶讨厌 妈 看破不说破了你 我这性格看起来还不让说 行了 波王 你给爸爸变一变 爸爸不知道 快 波王 看见又给人招惹他 行了 我以后就假装看不懂了 哪个盒子呀 哪个变没了 怎么找不着了 波哥 我变得不好吗 妹儿 如果这个世界真有魔法就好了 世界上没有魔法吗 我等他还想去和我自读书呢 傻老妈 那童话里呀都是骗人哪 那你干嘛呢 这不考试快到了吗 我拜拜孔什么人 求他老人家保佑我考试成功 我是应该拜柯南 画柯南哪 我现在没有心情很逗 你哥这次其中考试考得不好 如果这次考试考不好哥就完蛋了 考试那么可怕呢 对于你这种享受双减正格的幸福宝 我肯定体会不到考试的恐怖 这次考试就像一座大山 如果考好了 站在那边就是风和日丽 但如果考不好 就是刀山无海 为什么你觉得你一定会考杂呢 不然你也知道哥的成绩非常地稳定 那怎么办 有这么小的对策吗 那你想错要对策了吗 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笑什么呢 你看这新闻啊 说一个小学呢 召集家长们考了一次试 结果百分之三十的家长及格 百分之七十的家长不及格 这有什么好笑的 多年没考试了 让你考一样不及格 姐姐我可是学霸的人设啊 这小学的考试我能不及格 我从晚上给你下一套 小学五年级的试题你试试 试就是 刘老师 敢吗 来 我怕你 我怕你 叔叔的人请吃麻辣糖啊 不会 可以 麻辣糖 档次不够 好 拍照上船啊 等着份 好 好 好 怎么可能 我才得了六十分 你还六十分呢 你得了多少分 五七 你都没及格 这 这是不是有问题啊这个 我一个成年码字的人 这 这拼写居然错了二十七的 你那剧本一集卖多少钱啊 这数不数一诈骗 不是 小学生这墨写吧 要求最高了 横平数值 咱们多年养成一习惯 写字都是连笔 连笔就算错 好 好 喂 英姐 再见啊 这个公司呢 要举办公司庆典 是吗 那今年顾总呢 突发奇想 叫各部门呢 都要出个节目 你们门店呢 也得出个集体的节目吧 我们也出节目啊 你们去啊 就你们一家门店了 顾总呢 特意点名 你们要出节目的 顾总亲自点的名 看来大老板对你们 还是挺关注的啊 好好表现 好的好的 谢谢英姐啊 嗯 再见 顾总亲自点名 各位宝爸宝妈 马上就是咱们班的宝宝们 第一个集体校庆联婚会 我作为联婚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我倡议 老雨泉妈妈 哪个逢得你联婚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的 哎 周文翰爸爸 你能不老打断别人吗 我是家委会主任 自然就是联婚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哎呦 这玩意儿还能顺位兼职呢 我之所以在这个美老师的群里 跟大家说 就是因为我有做联婚会主任的经验 我家老大 你就直接说你要干嘛吧 就是啊 就跟谁家美老大似的 我要说干嘛来这儿 可能大家不知道 王老师那边只说是每个小朋友 抱上节目来就行了 但是这里面牵扯到很多方方面面 很复杂的问题 有啥子复杂的问题吗 老师都讲了 提前报名 然后由主委会统一安排 并提前做好串词 交给两位指定的主持人 马子恒和徐梦瑶 就要的了是 那谁来负责节目的先后顺序啊 谁来给主持人写串词 谁来布置教室 谁来负责这个道具摆放 谁来派发校庆礼物 都指王老师嘛 王老师多累啊 您到底想怎么着 您就直说呗 你搞得我都心慌了 我不是一直都在说吗 希望有些人不要总是打断我 好吗 这次庆典啊 总公司特别地重视 所以顾总亲自点名 让咱们门店出个节目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大家的肯定 也是对我们的激励 姐 你真的确定不是顾总随口一提 回头他自己都忘了 你是质疑秦总说的话呢 还是质疑我们的实力啊 我都质疑